根据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 在推特公布的资讯 美国26日派出P-8A反潜机从日本起飞 在下午1时50分左右飞抵台湾防空识别区后 转朝中国方向飞行 该架P-8A距离浙江福建交界一带的领海机械 只有41.3海里随即折返 成为美国军机近期近海侦察最接近中国的一次 几乎同一时间 美军另一架EP-3E电针机从台湾南部的空域起飞 经由京八市海峡飞入南海上空 在下午20.23分左右飞抵离福建南部 距离中国领海基线仅57.54海里 之后返航 分享全球各国军机动态的Consign CNN UK78 也于26日在推特发布美军EP-3E电针机 由旅宋海域朝南海飞行的讯息 对此 有中国民众27日在微博发帖说 北京市海淀区防空办公室 经大动作在公共场合张贴听到警报后 如何做到快速进入人防工程站时 人民防空知识等空袭告示 也有网友说 上海市松江区常宁区在本月22日就已举办 临战人口疏散接受安置行动演练 而本月24日上海市青浦区静安区也举办了相同演练 将AD居民集中至BD安置 7月以来 美军以数度派遣战机进入南海侦搜 包括13日、15日、17日、21日和22日 都派遣空军E-8C监视机在南海上空执行任务 尤其中共军队于7月25日至8月2日 在广东雷州半岛进行军事演习 美方频频侦搜 外界解读 此举是为知己知彼 针对近来中美关系激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日前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博账号 辖客岛采访时表示 中美建交的前30多年间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接纳 并对中共政府抱有希望 但现在美国人已清楚 过去的政策并不能使中国变成美国所希望的国家 现在美国已放弃这个念头 中美关系现在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他提醒道 一旦美国对中国有了新的判断 其对华政策必然发生质的变化 不要低估美国针对中共的决心 他还提到 与双方关闭大使馆相比 南海问题更加不可控 容易擦枪走火 甚至爆发局部战争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